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就关于朋友啦 这个朋友的故事呢 其实他也没说发生在哪里 也不知道是谁的故事啦 所以他这个只是提到 有一个小伙子 大概10多20岁吧 他就身边有很多猪朋友 很多酒友 那时候他的爸爸就有一天就来叫他过来 诶 你的朋友很多嘛 但是你的真正朋友有几个 没有啊 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啊 都是我真正的朋友啊 我很好的朋友啊 他爸爸就讲 嗯 你确定? 我确定 我很确定 那些肯定是我的朋友啊 这样子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这样子我们看谁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二天 他那个小伙子就照着他爸爸的说法 就去请他全部朋友来他家里喝酒 然后他请他全部人来之后 他就说他要出去买酒 因为家里刚好酒喝完了 他要去买酒 然后他就去躲在一个披风的后面 这个时候爸爸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跑出来 突然大喊 跟住向他的朋友几个大喊 喂 你们 刚刚我的儿子去买酒的时候 现在跟那个酒馆的老板发生了争执 不小心打起来了 不小心就把那个老板杀掉了 大家有什么办法 看看我们快点过去帮他 要不要去看一下 这个事情到底发生了怎样 我们要快去帮他 那些朋友一听到很慌张很紧张 全部人就尽快的找了一个借口 开溜 全部人就跑到晚了 根本没有人留下来 要跟住宝去看那一个事情的发生是怎样的 这个时候 爸爸看全部人走完之后 就叫他儿子从后面走出来 所以儿子你看 你的这些朋友是你的朋友吗 是你真正的朋友吗 他就说 我真的没有朋友 这样子的话 这时候他就反问了他爸爸 这样子吧 你有朋友吗 他爸爸讲 有 我有朋友 真正的朋友有 但是只有一个半 蛤 什么叫一个半 为什么有半个的 为什么不是两个呢 你这样子你知道做我的话 去试看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我讲他们是一个半啦 好 他就先去了 他爸爸所谓的半个朋友的家 他就跑到那边去 他讲 欸 叔叔叔叔 欸 半个忙 我现在被追杀咧 我爸爸被人家杀掉过后 现在我在被追杀中 有没有地方给我帮我躲一下 还是怎样 他爸爸的那个半个朋友呢 就跟他说 哇 这样子啊 这样子 呃 孩子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把你留在我的家里面 但是 我可以帮你 我给你一笔钱 给你一些钱 你去跑路吧 你快点跑 不要给人家抓到 你去跑 但是我也不会去告发你 我也不会特别去跟人家讲 你还见过我 我给你一笔钱 你快跑 所以他 然后他就回来 他就对着他 我找你半个朋友的意思是什么了 就是说他不一定会完全帮你 但是他也不会落井下石害你 所以他扒称他那个朋友是半个朋友 然后这样子 你再try你同样的东西 你去试看我的那个真正的朋友 那一个朋友的那一边 看他怎么样 这个一样 他就把同个故事 就快跑跑跑跑去那一个朋友的家里面 然后就对着那个爸爸的朋友说 叔叔叔叔叔叔 我爸爸也被人家被人家杀害了 我现在被人家追杀 怎么办呢 你可以不会有什么办法帮帮帮我逃跑 还是什么的 那个叔叔讲 他很紧张很紧张 他就快点把他的儿子叫来 他叔叔就把他儿子换叫来 你就快点跟你 他就把他们两个的衣服兑换 然后把他当作他的儿子是 他那一个 他那个现在那个小伙子的那一个身份 对掉 他们把他们两个身份对掉 然后叫他快点跑 叫他儿子快点跑 然后他就把这个小伙子 留在他自己家里面保护着他 然后这个时候 他爸爸才出现 最后才跟他解释到 为什么我说我的朋友是一个半 半个那个是他刚才提到的 他不会落井下石 但他也没办法帮助太多 但是真正的朋友是以诚可待 他宁愿失去所有东西都来帮助你 那个人才叫做是朋友 但是我不确定大家生活中 没有遇到可以真正这样肝胆相照的朋友呢 但这个故事感觉上 我们只存在于故事了 对我来说 真的遇到这样的朋友的话 我觉得很难啊 很难很难啊 你可以遇到的半个朋友 我觉得都很不错了 他没有告发你 还给你一笔钱跑路的话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朋友了啦 大家可以想想看 你身边的朋友到底有没有 这一些的朋友呢 你有一个半的朋友还是两个半的朋友 还是说你真正的朋友一个都没有呢 大家可以思考思考看看 今天故事就分享到这边啦 欢迎大家下一期 记得继续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也别忘了订阅我 继续收听 有什么故事可以继续跟我分享 继续留言 还有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